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面故事呢 它的小标题写的是 川普想要寻求和普京的交易 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 那文章的内容我大概跟大家简单 summary一下哦 它主要是说美国的总统川普 在最近哦 看上去希望进一步 跟俄罗斯建立比较新的战略合作 但是经济学员认为这是一个不治之举哦 如果川普认为普京可以给美国什么好处 那不仅是对俄罗斯实力和利益的误判 更是对美国因此要付出代价的失算 那川普想要联合普京的盘算哦 经济学员认为大概是这样哦 美国会希望跟俄罗斯一起消灭 所谓的极端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 就IS 对 对 伊斯兰国 同时俄罗斯同意放弃跟伊朗的合作 那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树敌 也是包括巴林和沙烏地阿拉伯在内的盟国的威胁 那在欧洲啊 俄罗斯会停止在乌克兰制造事端 同意不再骚扰临近的北约诸国 还有可能重启限制合物的谈判 那长期而言 美国也希望跟俄罗斯拉近关系 可以帮助抑制中国的崛起 那经济学员认为 的确俄罗斯的骇客行为 可能真的帮助川普赢得的选票 但这并不意味他可以信任普京 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和美国其实是差很远的 无论在反恐伊朗关系 中欧关系还是北约的问题上 普京都不可能如川普所愿 那种认为讨好俄罗斯 就可以抑制中国的想法更不切实际 俄罗斯比中国还要小 他的经济还在衰退 人口在缩减 军队在减少 普京既没有实力 也没有意愿跟北京去相对立 因此啊 所谓魔球对普京的大和解 金金玄认为是春梦一场 无论川普是多么厉害的谈判者 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 那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期的特别报道 它是在第十十页后面有八篇 那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对于现在全世界大众娱乐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他里面还特别找了 福布斯很有名的这个娱乐专家 娱乐的专栏作家叫Gady Epstein 写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电影世界 看起来还是有些大片商主导 包括一些大数据的算法 电视的革命为什么那么慢 还有一些所谓的另类的实境个人化的一些节目 还有一些所谓的手机推送 还有这种抽离的这种手机再来的影响 还有甚至眼球的货币化 所有的科技类啦 娱乐产业啦 新闻文化产业 看来都需要看一看 没错 那我想今天特别跳出来跟大家分享是第五篇 第五篇它是针对中国的一些大众娱乐的变化 跟大家分享 我想这个大家会比较有感 它谈的是什么呢 谈中国最新崛起的一个新的风口 叫直播视频 那它的标题写的是 一个让乏味生活有了色彩的新方法 那我想直播这个东西 在台湾很多的听众可能不是太清楚 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现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 在中国有一个年轻人 他25岁叫赵新龙 他有一个妻子 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他最近刚跟他的父母 从农村搬到所谓城镇的一个高层公寓 他想要适应新的生活 但发现非常的困难 那他所在的地方叫湾县 它是一个非常污染严重的钢铁重镇 唐山市郊的一个已经破败的社区 所以是河北省 那在过去两年 赵新龙是靠开计程车 那赚到的月收入已经骤减了一半多 而要在新的地方交朋友也很难 所以代表他说是生活的非常失败的一个loser 一个失败者 可是每当夜幕低垂 赵新龙就会摇身一变 在网路上成为另外一个非常红的网红 网红就是网路红人 叫赵龙儿 他借助中国的视频分享和直播应用快手 两个APP 他每晚都可以面向成百上千的观众进行现场直播 他的粉丝超过了十万 其中有很多都叫屌丝 什么是屌丝 我们在节目中谈过 就是loser 对就是loser 那赵新龙在网上跟他们互动 给他们讲故事 说段子 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那广告主偶尔也会给他支付一些钱 在直播中帮他们卖商品 包括减肥产品和来自越南的一些金手市 那他的多数粉丝都是来自中国的东北部 他们会在网上互相聊天 有时还会向他赠送一些可以兑换成现金的贴纸 每个人赠送的礼物金额都很小 但是因为粉丝很多 累计起来就很大 所以赵新龙每个月光靠网路直播 可以收入850美元 是日常收入的量 850美元还是人民币 美元 每个月 对 哦 好 后面还有更惊人的 那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帮助 互联网帮助各路明星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也拉近了他们跟粉丝的距离 但除此之外 很多普通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形成小明星 跟他自己的一群粉丝展开亲密的互动 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 很受欢迎的一些网路明星 都是在YouTube Instagram 或者是SpecChat的一些青少年偶像歌手 或者是发唱片的一些人 那25岁以上的人多数也 你也没有办法在YouTube上 叫出几个很红的人 但是在中国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的个人直播业务的触角 已经下沉到三线城市 甚至偏远的农村地区 在那里互联网是唯一一个既便宜又好玩 还可以四处闲逛的地方 重新我们上次谈过大陆的互联网 其实已经普及到五线农村了 那这些个人主播不仅会向粉丝播放视频 更会提供很多互动的体验 粉丝也会提出要求跟自己的偶像聊天 还会向他赠送虚拟的礼物 其中很多观众本身也都是三流主播 他们正在帮助彼此走进大众娱乐业 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 增长非常迅速的领域 根据CreditSwiss 就是瑞士信贷的统计 中国的网路直播行业规模 去年翻了一倍多 营收是30亿美元 目前有100多家公司提供这项服务 用高额的分层吸引各类主播入住 那作为对比位居全球经济体 第二大的中国电影票房 去年达到70亿美元 在中国的7.1亿的网民中 有将近一半的人正在使用流媒体直播应用 那很多直播的用户都是屌丝 他们希望获得免费的娱乐方式 有时候甚至用这种方式来代替爱情 女主播的人数多于男主播 但观众以男性为主 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法规 来规定直播业务中的灰色地带 比如说禁止你以挑逗的方式吃香蕉 最成功的主播 往往可以吸引很多年轻的单身男女 他们的粉丝有时会多达数百万 其中最受欢迎的主播一年 可以赚进一百多万美元 几乎全部来自虚拟礼物 但多数也都可以幸运的 获得每月几百美元的收入 而直播的内容千奇百怪 有的只是在家里吃饭 有的是只在直播里面搞怪 还有的是按照粉丝的要求 变换唱腔 赵新龙抱怨说 为了提升收入 他有时候会说一些黄色笑话 他真的是在抱怨吗 那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直播开始在中国崛起 原因是当时有很多的商业模式 存疑的互联网公司 纷纷寻求新的生存方向 其中有一家叫六间房 它是第一家面向大众群体 提供媒体直播服务的公司 它曾经是众多仿效 YouTube视频分享模式的 中国网站之一 但在2008年大举烧钱之后 这个企业没有办法获得新的融资 迫使他的CEO 兼联合创始人叫刘延 向直播行业转型 2007年奔驰 就宾市 花费了30万人民币 在他的网站直播了一场活动 而他的公司也开发了一种 价格低廉的方式来 扩大服务的规模 让人们可以在直播间 彼此聊天 交换虚拟礼物 这帮助了个人直播 成为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交游戏 它独有的变现管道 无法复制到西方的主要社交平台 在中国 韩国 日本 这些近年来直播业务发展迅猛的地方 虚拟礼物很久之前 就具备了隐含的货币价值 现在文章最后一段 现在随着这种商业模式得到确认 所有中国互联网都在挺进直播领域 欢聚时代和六间房 这些行业先驱 必须跟腾讯 这些社交媒体展开竞争 六间房2015年 已经被宋城演绎 赤资4亿美元收购 但44岁的刘延 现在依然担任西游 他一直在利用机器 去学习各种算法 了解哪一种类型的主播最受欢迎 获得的虚拟礼物最多 甚至面对的面部特征 语调 还有所在省份 他都开始展开分析 他近期还计划 启动更有野心的计划 利用机器学习 确定的特征 来寻找主播 甚至对某些特征 进行加强和放大 按照这个趋势 原本就在娱乐场尾上艰难生存的人 或许会明显感到生活越来越不容易 但是机会也存在里面 他们真的是好可怕 所有的产业只要一开始发展 金额都是很惊人 30亿美元 1000亿台币的市场 对啊 刚刚提到的美国电影业的 这个总 几十亿美元 所以他们不是说电影 光是直播市场 就已经是美国电影的 大概将近一半的市场量 对啊 哦 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中国 这个风口我们还没认识完 然后他隐隐约约听到一个东西 然后突然就起来 上次我们还听过一个什么粉红 对啊 对啊 小粉红啊 对 对啊 然后现在 现在那个直播的那个热度 哦 真是可怕 好 来 不过 我觉得那是因为市场真的太大了 对 对不对 因为你市场这么大 所以 你说像刚刚他这里面所 所访问的这一个人 他的粉丝族群 其实也不过就是 十万 十万 你如果放在13亿人口 那是百分之零点零零几耶 对 可是光这十万 其实就足以让他一个月的收入达到850美金 哇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伦敦金融时报你要挑选的这篇文章是谈川普的亚洲路线 没错 那这篇是社论 也是这个过完年后等于说最新的一篇社论 那这篇社论的主的那个小标题写的是 这一个美国总统的政策也许会重回传统路线 因为他最近有一些改变 我们看这篇社论的内容 那文章是提到川普政府在亚洲政策方向的早期举动是令人不安的 这个新的总统迅速让美国退出了TPP 他似乎有意要从台湾问题到南中海问题上跟中国阵风相对 而且他一直以对美国跟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持怀疑态度而闻名 然而在过去几个礼拜 川普对待日本和中国的态度 看起来开始变得更加遵循惯例 鉴于在东亚对世界经济和战略稳定的重要意义 这种转变非常重要 但也令外界稍微感到宽慰 在这个期间呢 川普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似乎还算有成效的一个电话通话 第二个是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热情友好的会面 包括打高尔夫球还有一起用餐 那在对华问题上 川普已经不再坚持他的质疑一个中国政策的煽动性暗示 一个中国政策其实是自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以来 一直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 川普政府此番让步虽然有一点丢脸 但也避免了美中关系出现一场可能非常危险的危机 那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引发争端的造岛行为 川普政府似乎也退回了一种更加温和的立场 美国新任国务卿叫Jack Tillerson 初期的言论曾经暗示 美国可能正考虑对这些人造岛屿进行海上封锁 川普政府也对上述立场进行的澄清 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美中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 那就日本而言 安倍晋三迅速而巧妙的将本国定位为白宫不可或缺的盟友 TPP被弃对安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他明白除了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自己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虽然安倍晋三并未从川普那里得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公开承诺 但他成功的跟这位新总统建立了积极融洽的关系 鉴于川普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本能 这不能不说是安倍晋三的一个成就 上周末朝鲜再次试射弹道的导弹的消息 凸显了美日维持牢固关系的重要意义 在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川普曾经暗示会采取更强硬更撤离的行动 来对抗朝鲜的核威胁 但就任总统后 他的反应变得更加谨慎和传统 他一再重申对亚洲盟友的支持 并呼吁朝鲜应该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长远来看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川普团队将不得不考虑 对朝鲜实施更强硬的经济 政治军事行动 但令我们比较宽慰的是 川普首次面对朝鲜四射导弹时的反应 还算克制 非常克制 对 川普政府在亚洲政策方面的最新举动 看起来是wise 明智的 但最重要的是考验还在后头 出自白宫的部分言论 仍然暗示着一种要与中国 甚至日本进行贸易战的有害主张 考虑到川普在亚洲面临的问题 的复杂性 他反复无常的性情 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我们有理由期待 川普时代 美国对亚洲的态度 有可能继续遵循几十年来 一直支撑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 而且有效的原则 我觉得 所以伦敦金融时报是欢迎这一次 川普的改变 对不对 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像是 面对一个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然后他突然有一件事情做乖了 那这个所有的大人都急着成长 他说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你继续下去继续下去 啊好棒好棒 赶快去拍拍马屁 希望他继续保持 可是伦敦金融时报所期待着 川普所回归的所谓的 这个传统路线 其实就是要跟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对啊一个中国政策 对他这里面完全 就不关心我们的感受了 对 所以你要提这篇的原因 就是要提醒大家 全世界是要求川普 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 对尤其这篇文章里面 有特别提醒一点 就是川普的反复无常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跟他建立一些 或者是一些盟邦关系 其实真的要非常谨慎 我觉得川普没有那么的反复无常 在内政的部分 所以你看他竞选的时候 讲的跟他现在做的 其实差距没有那么的远 但是他在亚洲政策上面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恐怕知识不足 就是他拥有的知识跟常识都不足 所以他的亚洲政策还在雕塑当中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雕塑成 可是这个雕塑成功的过程 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游说他 然后洗脑他 一旦雕塑成功了 我觉得他要变也很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 很重要 全世界可能都很担心 那全世界也都在想办法影响他 我觉得伦敦金融时报这篇社论 也是想要影响川普 对不对 是 那中国大陆所用的方法就比较 隐晦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我认为他们正在进行中 嗯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或者台湾有没有管道 好 我们好像在网络直播自己在嗨 对 狗废火车没人理我们 没有 其实我其实是蛮担心的这样 对啦 因为真的是有看到 因为心里头有点那种挫败感这样子 很严重的挫败感 因为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明明很严重 可是台湾好像关心的人 真的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多 对不对 对的 也许也是因为大家集体的挫败意识 因为好像就算关心也不能做什么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你要经济学人这一期的中国篇的内容 有哪些 这一次总共有五篇 在中国版这边有三篇 那特别报道里面有一篇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 但是还有在财经版这边 有谈一篇 因为其实在2月3号 中国宣布调升利率嘛 他针对中国央行的独立心 有一篇文章 那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那第一篇他谈的是 他用的一个名词蛮特别 叫中国的OPRA 大家知道OPRA是 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 对 那他这次谈的一个明星叫金星 台湾其实也有播他的脱口秀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男孩子 变性变女孩子 他真的啊 难怪我先一直问我说 他也是男人是女的 我说可是他是女的啊 他变性 那他最近等于在中国突然爆红 崛起 然后我们经济学院在谈 他的崛起的一个现象 我有看他的金星秀 他就是很敢骂人啊 讲话很毒啊 其实有点像当初 立金刚出来的样子 不止 我们待会可以戏谈 对对对对对我好惊讶 我一直看下去 有一点点欲罢不能 我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然后因为他的经历也很多彩多姿 那在28页呢 团的是中国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在今年中国过年期间有三部 就是春节党的电影 在中国的 是中国自己国产的电影 叫长城百度人和铁道飞虎 那这篇文章在28页 他主要是在谈 为了提升票房 中国政府开始挥起迎战影评者 他开始打击影评者 因为中国有很多影评者 都在批评国产电影嘛 但听说真的是 这三部的影评真的都不好啊 很烂 对 他就说中国电影 观众长期以来习惯被政府管着 因为广电总局对于 违反共产党教条 同性恋题材或者不适合 年轻人看的爱情片 他都会管制不让你上映 但为了扶持国产电影 最新的管控措施出台 什么措施呢 就打压监控那些 网上不友善的影评 那长期被牺牲的影迷 觉得自己已经被过度的压制了 因为他们最近把 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 你可以看那个影评叫豆瓣网 豆瓣网的一些负面的影评 就被撤掉了 就被网络撤掉 那整个情况在12月爆发 中国制作的电影长城 他是由美国一个 很有名的电影演员 叫Matt Damon出演的 那新华社马上发表言论说 这是一部有中国创新思想的电影 并且批评所有网络的批评者 都居心不良 几天后人民日报跟着 在那个报纸上批判 说这些影评者都有问题 正在全国上映的这三部赫税党 就开始面临巨大的舆论风波 那很多网络上的影评 都被撤下 所以就有很多的网友 就到了豆瓣网留言 并给出一些评判 其中一个被按赞 两万四千多次的评论就说 对对对 政府你都是对的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一部 中国发行的电影不好 最烂的就是中国的观众 中国观众太烂了 不是电影烂 那很多电影观众 都怀疑这两家官方媒体的动机 为什么你只是攻击 这些信息传递者 却不想办法改善 国产电影的品质 而且为什么国家制作出来的电影 观众都不想看 这是这篇文章大概的内容 那另外在28亿还有一篇 是谈中国这个令人怀疑的数据 主要谈的是安全数据 那这篇文章内容 他一开始提到说 我们如果从数据来看 中国的煤矿行业 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危险 中国在1月份宣布了 2016年整年 只有538个人死于矿灾 它只是10年前的11% 对对对 2016年只有多少人死于矿灾 538人 还是很多了 然后每100万吨的煤矿挖出来的死亡人数 创下最低 那对中国来说 还有所谓的产业安全数据正在改善 那在2002年呢 有14万人死于公灾 去年这个数字也只有三分之一 那路上交通死亡也进步很大 2004年呢 大概有10万7千人 减少到2015年的5万8千人 然后减少了二分之一 但是要开始吐槽了 一份由波士顿和大学和南加拉大学 两个学者 从2004年开始追踪的报告指出 各个地方政府其实是有指标的 你指标一旦超过的话 中央政府会处罚你 就说你死亡人数不能超过多少 公灾不能超过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数据都被扭曲 所以结论就来了 安全标准 作者总结 其实中国你看到的数据 并没有达到 你以为改善的那个情况 就代表说里面还有造假的情况 当然一定有很多黑数 对 那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财经版第63页 谈中国的紧缩货币政策 那小标题写的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一个中国的OPRA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的货币紧缩政策 我觉得这两个 可能对我们听友来讲 都还蛮重要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一周国际经济趋势 那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虽然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当中 还有两篇文章 我们来跟大家稍微比较细谈一下 那么一个是 中国大陆人民银行在2月3号 突然透过逆回购 台湾不是称之为逆回购 其实说出来就是一种 这个公开市场操作 各国的央行都会采取 台湾其实也常见 利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呢 悄悄的让利息呢 增加了0.001 就十个基点而已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 可是被市场视为很重大的讯息 人民银行真的要转为紧缩货币了吗 这一篇文章是在财经版第63页 它的标题直接写的是 技术上的独立 大家就看得出来 其实经济学人对于 中国央行是不是能够独立操作 是有很多疑虑的 然后小标题写的是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利率提升 显示中国的央行 正在测试它独立性的底线 或限制到底有多大 文章开始他提到 你如果在2017年以前 就是2016年 你去问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全世界哪个国家 会是第一个调升利率的央行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货币紧缩的 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EQ 宽传货币这么多年之后 那最安全的猜测 你会猜 绝对是美国的FED 它会第一个调 那还有很多人可能会猜 那或许是英格兰银行 或者是欧洲的央行 但很抱歉 你都猜错了 全世界第一个调升利率的 竟然是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 那2月3号 中国宣布调升一连串的短期 公开市场的短期利率的调升 其实调升的幅度很小 大概只有1%的1分之1 但是央行对这个 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公开解释 那经济学人的解读是呢 他会在这个时候 这么早做出这样的调整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政府在管理经济上 其实已经开始遇到一些困境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就是过去一年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已经降到放慢 到个6.7%左右 那经济放慢 整个产业的动力也不足 那民间的这个所谓 私人企业的投资也在放慢 那借贷也在 这个银行也开始 遇到一些放贷的问题 那央行行为呢 它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 借由调升市场的利率 让借贷者和投资者 减少借款 但他又很害怕 所以他希望减少伤害的成长 所以你看到 它是非常非常的微调 而且紧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是 人民银行的动 所谓的动作 那货币政策的态度的改变 它已经尝试 要往发展中国家 或者开发国家的 这种央行的独立性 去慢慢的移动 但是在中国 其实是有很多政治因素 要考虑的 因为央行 其实它在未解释 位居国务院之下 它并没有完全的决策权 很多的东西 都要经过国务院的 这个核准 它才可以去发布 或者是宣布 换句话说 其实中国的这个央行的官员 大部分都是技术性的官僚 而在技术面的政策越多 这些技术官僚 才勉强能够扩大 它的技术面的施展空间 然而这也给中国的央行 更多理由 它做任何的调升 都是非常谨慎的 如果它的动作 对经济的影响一旦很大 甚至开始发生 一些特殊的限制出现 它的独立性 通常是不会持续太久的 所以这大概是 经济学员 对这篇文章 大概的一个评论 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拿出来谈的呢 是经济学人在27页 他用了一个名词 叫做Transgender 就是跨世代的欧普拉 他把经济型形容为 中国跨世代的欧普拉 那小标题写的是 他今年应该快50岁了 49岁 还差1岁 因为从他讲他的一些经历来看的话 我就判断他大概快50岁了 对他真的很精彩 他小标题写的是 这么一个变成女人的 之前的军队上校 他已经是部队了 真的 军队上校 他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典范 我们来看看他的内容 那文章内容一开始他提到 中国现在受欢迎的一个脱口秀主持人 叫金星 已经有了一个非比勋长的 精彩的生涯 他在成为部队的文工团的上校之前 金星就已经是中国最成功的舞蹈演员 他的成名其实在美国 纽约时报曾经称他为中国的天才 后来他回到中国做变性手术 他也曾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和意大利的罗马 帮当地培训舞蹈演员 那他变性之后 他终于可以作为一个女性 从事他所热爱的芭蕾舞 并且他设立了全国第一家芭蕾舞团 在北京还经营了一个酒吧 最后成功嫁给了一个德国商人 叫汉斯 因为他曾经 就是有一 他自己编的一曲舞 在美国的一个芭蕾舞的大赛当中 拿到了冠军 没错 那在一个刻板保守而传统的国度里 连同性恋 大家都会皱眉头表示不解 更别说你是一个变性人了 然而现年49岁的金星 最终成为中国这个国家 最受欢迎的真人秀电视节目的评委 他从武林争霸站开始展露头角 再到他自己主持的金星秀 获得巨大的成功 现在拥有的观众高达1亿 而最近他主持了另一个真人秀节目 叫中国式的相亲 Chinese dating 金星的故事反映了中国社会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金星的粉丝多半是中年到老年人观众 因为金星曾经经历的苦难 博得这些中老年人的深切认同 他们经历过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再老一点还经历过大要紧的饥荒年代 直辨是80后的粉丝 也有一半以上人知道 他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苦难 那作为电星人在舞台上的魅力 和作为环球精英人士 因为他在1月还出席了达沃斯的经济论坛 并且用流利的英文发言 那在世界舞台上的他的魅力 金星所表现出来的张力 被他的粉丝所赞赏 现在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旅游者 去年有超过一亿的中国人在国外度假 然而当金星还是个男儿生的时候 他也曾经非常渴望西方的文化 喜欢可口可乐 喜欢巴黎的自由 喜欢偷偷摸摸看色情杂志 喜欢逗留在英国的 格林寺同性恋的酒吧 但现在他越来越为中国开始感到忧心 因为在比利时的街道上 他看到一些中国人 在一些标牌上面乱写乱话 而且讲话声音非常大 他表示忧心 当中国游客对陈设在布鲁塞尔的中国明代时期 视若无睹的时候 他表示更大的文化担心 西方有很多比在中国知名的文化 很多在比在中国还要有名的文化界的女人 在西方 精心兼具的中西文化 他可以成为另外一种人 但他选择回到中国进行手术 因为他说我在中国出生 我一定要回到中国重新变为女人 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在过去几年 坚定的维持中国传统文化 并对西方代理的影响提出警告 然而正如很多中国的老百姓一样 精心非常乐于从中西文化中汲取精华 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乐于拥抱所有的不传统的东西 面对儒家文化 他拒绝成为男人而去变性 而在电视荧幕面前 他又时常为了讨好女嘉宾 非常的毒舌 然而作为一个女人 精心不是一个简单而反叛传统的女人 他收养了三个孩子 为孩子营造了一个真正的家庭 在他的中国式相亲节目里面 家里人 那个相亲我不知道奉行 他是全家一起去相亲 而且爸爸妈妈同意 小朋友才可以跟对方开始背停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 家里不同意 你就不能任意选择你的结婚对象 看起来好像是家里人在面试结婚对象 譬如说女孩子就常被问 你身体健康怎么样 你想生几个小孩 你各方面的问题 男孩子就会被问 你有几个房 你有什么车 你的家庭收入多少 这类的面试常常发生 还时不时的表现出 对中国传统的激励保护 这引起了一些极端性别主义者的攻击 但从精心还是受到观众欢迎的情况来看 年轻人其实还是支持 有些传统是不应该被抛弃 就是爸妈或门当户队的想法 那在他的记忆里面 他有两个从小的偶像 一个是西方的赛金华 另外一个是江青 这是他的两个人生的偶像 那文章最后提到 这是一个迹象 表示中国的变化比我们想要来的大 一个变性的中国式的欧普拉 不但以过去女英雄及女巫的形象 用他保守的脱口秀节目 竟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星 学问你有看金星秀吗 常常看 因为我跟你讲 不是我跟你讲 非常可怕 你知道他红到什么程度吗 你到上海去 上海的电视台叫东方卫视 你打开白天 他是不停的重播金星秀 不停 别的节目都没了 你就是一直看到金星秀 你只要打开就是金星秀 就表示他收视率非常高 对 他不停重播 我早上看也是金星秀 中午看也是金星秀 晚上打开也是金星秀 除非你不看东方卫视 其实一个人光是在那边 一直讲话 能够那么高的收视率 真的是很惊人 对不对 他当然也安排了观众 然后也安排了一个 就是偶尔吐槽他的小男生 这样子 节也怎么样怎么样 节也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 可是基本上他讲的还蛮入情入理的道理的 对 就我觉得他感觉上在 如果他很受欢迎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受不受欢迎 我只是看到了之后 我想说如果他很受欢迎的话 那说不定他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那个文明进步会稍微有点帮助 比如说他说就提到教育问题 然后说大家都很在乎小孩子的教育啊如何如何 他就说身教最重要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带小孩子出国的时候 然后要上飞机之前大家排队嘛 结果就碰到了有一位大神 就有一个妈妈就带着小孩 然后就插队 然后他说跟他小孩讲说 我们后退一点 让他进来没关系 他可能公交车坐多 就是公车坐多了 他不晓得飞机上每个人都是有位置的 你知道用 其实算是很幽默的方式 所以这真的 我觉得丁雪人选择了这一个题目 还蛮有意思的 谈的是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 好 那么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丁雪人 带着几篇文章提供给大家的参考 感谢观看